那 旅创四年前离开 是因为病情恶化 她每半年都要回一趟医院去立行检查 结果那一年在上海 她去检查 发现癌症复发了 并且转移掉了肺部 古埃肺转移 存活率实在是太低了 这样的消息 对她来说简直是死刑 你那时候才二十岁 还是学生 你没有再热恋 她不忍心告诉你她 她不想让你伤心她 更不想让你看到她受苦的样子 所以 所以 所以她在下的决心要离开你的 那 她这思念 是怎么熬过来的 是怎么熬过来的 靠她的毅力 和你的电邮 没有 你知道吗 你的电邮很多都是我念给她听的 你 你别误会 我知道这是隐私 但 你知道她 她 做了整整整三年的话聊 她 她有时候 连起来的力气都没有 所以她的E-mail全都是我收发的 她 每天最开心的时候 就是收到你的消息 在她最绝望的时候 你 你才是她活下去的唯一动力 她为了读懂你的信 还请了一个中文老师 自学了今年的中文 那她为什么不给我回信 哪怕一个字都好 她也写了 她只是没法 她 她 不希望你承受这些 你还记得你有一阵子停止发邮件了吗 她那一个月 一下就瘦了二十斤 结果你又突然来信 她以为出了什么事 就义无反顾地来到了上海 那为什么 她的病吃了那么久都没有好 还有那个什么 那MDS到底是什么 叫Mylo dysplastic syndrome 是一种特别难治的贫血症 可能是太多化疗引起的 它有百分之三十的可能性 会转成急性的白血病 所以她现在的免疫力特别低 任何感染或出血 都有可能导致她的生命危险 她刚刚动手打了李川 我没有动手打她 我刚刚进她房间 发现她倒在地上 李川你下来 李川 我今天非带她出去不可 你别拦我 李川 李川 我们不要去了 我们以后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去 等你病好了我们再迂回也不迟啊 你过敏了 这里有一道疤 你有做手术来 肺炎呢 所以我就在医院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根治啊 骨髓医治手术 她爷爷 她爷爷 季川 她的堂乡 她的堂弟 所有人都愿意为她捐献骨髓 可是 去医院检查 她没有一个合适的 她在骨髓库也做了登记 但是到现在 还没有等到李川的配星 那一般要等多久 说不准 她现在病情恶化了 她能等的时间也不长吗 好 人类 龚医生 情况怎么样 还在抢救吗 是白学型修科 我进去看看 她是医科大学的龚启萱教授 是李川在上海的主治大夫 龚家和王家是诗教 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就给龚医生打了个电话 让她过来看一下 怎么样 情况暂时稳定 一会儿回送到特护病房 继续观察 为了伤呼吸机 医生给她用了镇静剂 所以她到现在还不省人事 幸亏送来及时 不然的话 她小命就交代了 你们可以在这儿陪她一会儿 不过不要碰她 一切会有专门的护士来护理 我建议你们待一会儿就走 明天再来 反正不撤掉呼吸机 她也不会清醒 你们也帮不上任何的忙 这样 我呢 跟这边的医生 商量一下她的病情 龚医生 我的身体很健康 我可不可以给她 捐献骨髓啊 你是什么血型 O型 你跟立川有血缘关系 没有 我很理解你的心情 不过你不合适 这儿啊 一切都有护士来照应 你们待一会儿就回去 那我先走了 小秋 你也刚出院 我送你回去休息 明天再来吧 对了 我已经退房了 我今天本来是要回昆明的 行李已经收拾好了 你帮我把行李先拿到立川家 谢谢啊 好 那 你不回去了 我要在这里陪一趟 好 怎么连上海都下雪了 你这样飞来飞去的 身体吃得消吗 我没事 对了 立川的病情怎么样 还没醒 小刘 开快点 师父还是开慢点吧 现在下雪呢 安全第一 立川已经病了 你千万别再出事了 好吗 谢谢护士长 不用客气 这个姑娘是你弟的女朋友吧 是的 他在这儿守了两夜 也不肯回家 谢谢你啊 再见 护士长说 他一时半会醒不过来 你回去休息吧 你回去休息吧 小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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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串的病情 人内都跟你说过了吧 他不是故意要隐瞒你 他只是不想让你看到 他生病的样子 我有那么脆弱吗 李串第一次做化疗之后 李串第一次做化疗之后 面无人色 头发也掉光了 我奶奶来看他 虽然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但是看到他的时候还是吓了一跳 当天回去 他心脏病发作过失了 李串为了这个事情 一直觉得很内疚 他觉得是他自己的错 所以他不希望看到亲人 也需要承受这些 那爷爷知道了吗 还没告诉他 医生说他有多久才能苏醒 不知道 过几天吧 你也需要了解一下 他在 特贵宾